大家好 今集就講講這個 孟千千虧賀台慶 2022年第55屆 其實最觸動我的 當然是第一個頒獎嘉賓 獎項的頒獎嘉賓 張大勇和二仔 他當年刑事偵緝檔案 123 我看了起碼 我不是懶人包這樣看 我不是濃縮版 我是由第一集到第二集 起碼看個五六次 最少 你看了好多年都經常講 你隔不中一回看的 五六次會不會太少 他有這麼多集 我就知道 他頒獎 會不會又有機會好像我之前 歐陽波比的又走回TVB 客串一下我回家也好 和王心榮拍多一套也好 張大勇 是很多萬千 我們這些師奶殺手 嘩 除了陶大宇和二仔 梁榮忠 還有一個位置 我都很深感受 就是主持 我真的想不到 今集主持只有一個 阿周仔 雖然我不太記得他全名 之前通常都是都姐 再加六號 起碼也做了麥美恩 今年真的 是不是有少少凋零呢 主持人 只有一個 他就提到 東張西望 阿吳幸美 說到 街訪的時候 阿吳幸美的新宣史 通常是 可能一分鐘的精華 然後他是要做半天 甚至一天 不是那麼多香港人 肯拿著麥克風 把麥克風放進去 還要剪一些精華 咳頭咳尾 所以 有時候我們這些打工仔 都很明白 我們不需要說 公司頒過什麼獎 結出員工 什麼什麼金獎 一句多謝 只是說一句多謝 提一提他的名字 你看他哭到 立刻要倒下抄紙巾 所以我自己公司 都是很深感受 半夜三更開完會 三點鐘凌晨 那個老闆 在con call那裏講一句 他說 多謝這麼多的手足 是不是 可能點名 說GC Line又怎樣 麻煩了 多謝了 已經夠了 就是出來做事 歌前歌後的三分親 最緊要是人家 見到我們的付出 就是這麼簡單 是嗎 不是逢人叫阿哥 著數自然多嗎 我沒有你這麼膚淺的 那陶大宇就頒了給這個 最受歡迎藍佩閣 當年這個鄧志堅 他下樓上車族 扮一個老人家 威鎖佬 拗著庫囊 那樣的威鎖佬 真是入目三分 但是當年他都為人救病 是在外回家 扮姜濤 不斷被人吵 就是 整個頭出來 你吻一下 這些 認真那句 我真的不覺得我回家好看 剛剛頒了給八二太 三太 三太 最佳女角色 但是我覺得這些 是否算是豬肉獎 那我不覺得 因為他同期競爭 也有一個強勁的對手 那是劉沛月 我沒有記錯 劉沛月有一個 他之前已經有一個 但是他的角色都很厲害 我不喜歡劉沛月 鞋抽月 不喜歡 但是也挺漂亮的 現在就是最佳女主角了 我真的很想 為什麼我又有點不公平 我這麼多提名 千千為什麼沒有萬萬份呢 當然 他的樣子不是力捧樣子 但是我覺得是萬萬很可愛 雖然小小 永遠的妹妹 但是她的可索性都很高 為什麼不給她多些機會呢 那你覺得她可愛 人家都要講甚受歡迎 回響大不大的 那三太的回響真的很大 還有 還有一個 我覺得她是頒得很好的 就是她頒給曾麗珍 經常有人出來說 好像多謝Parko 經常說多謝珍姐 多謝駱小姐 多謝珍姐 多謝駱小姐 多謝駱小姐 這兩個女人的觀感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喜歡曾麗珍小姐多很多 就好像姜濤和MC 我喜歡姜濤 為什麼我解不出 我就只是喜歡曾麗珍 就是駱小姐總是覺得她少女藏刀 還有她是真是 當然啦 我又不是TVB人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出來的觀感 真是真是好像做實事 嘩 一九七幾年 原來她已經做PA 做監製 做幕後的了 嘩 一九七幾年我還沒出生啊 她原來在同一個公司做了這麼多年 嘩 武功都有勞啊 嘩 這些我都贊成的 武功都有勞這件事 嘩 密密加雲的東西 是不是呢 嘩 現在這一年代呢 這些人對工作的忠誠度 真的很低的 也都沒有了想當年呢 香港人那種 志強不適的精神 咬緊牙關 所以為什麼日本人 是這麼受人尊重和尊敬 就是因為 日本人可以做一份工 同一個職位做了一輩 那種專注是不得了的 現在應該一下不如一下的了 嘩 剛剛呢 我們看到頒了最佳女主角給江美儀 嘩 江美儀終於拿到了 我覺得呢 如果再頒給陳瑩 我真是吵爆電視機 江美儀是很值得拿這個獎的 雖然呢 林敏聰沒有得坐上去 但是她來撐牆 我都覺得真的有情有餘 動著拐掌扭著腳 都來支持她老婆和女兒 就是千千萬萬 和這個奢志明奢仔一家 我想今晚她提名多少 你記得嗎 十五啊 還是十六個獎呢 都應該是立了很多 江美儀演技絕對是在陳瑩 劉沛月之上 如果不頒給江美儀 真是說不過去 你說陳偉 我又覺得陳偉拿過了 我真的不記得 不過陳偉其實都拿過很多獎 江美儀是真是值得拿這個獎的 真的要還一個公道 我覺得她和周潤發洗頭的那個廣告 我已經看得大了 你記不記得 霸王還是什麼鬼 何手烏還是什麼鬼 有些印象 很久很久之前 她有一個廣告 就是周潤發幫她洗頭 高美儀她拍戲 我覺得她很有專業精神 也有專業操守 她想當年在DVB的黑師 都已經不得了了 衝上環燒是黑師 還有之前她有一個和米雪姐做過 一個女強人還是女人之罪的電視劇 她扮一個商業的女強人 她又是描劃到那個角色很好 這次她做一個最底 最主婦屋邨的八婆 她又真的做得很好 怎樣跟車志明那種 兩個人吵架 不理睬 然後到最後抱一下那個 嘩 真的她還沒流眼淚 觀眾都流了眼淚 我覺得真是厲害 都真是挺入戲的 令人看得她的演技 尤其是她知道 車志明可能跟那個美女校長 有外語的時候 王家敏 嘩 不得了 我都希望做車志明 那個校長真是不得了 那隊的大奶奶和那隊的九寸長腿 是呀 我就是看她的腿都看了一整晚 我就是想知道她滾那個大水上活動 那個東西在哪裡 是不是在大埔 還是不知哪個位置 我記得 那好吧 講她那個男主角前 還有一個 這次方丈不小氣 我最開心的是方東星 不是東方星 不是觀塘沖樑那個 是方東星拿到這個最佳男主持 我本來想著 喂 擺到明 好像當年王子華拿了侍帝 那樣 不去就一定沒有獎 嘩 今次不是 今次不來也有獎 好厲害 但為何她不在香港 為何要好像是她太太 去領獎 還要是no show 還要不說究竟什麼事 她不到 難道中了招 嘩 那很難說的 難道她又向世界出發 是不是 方東星真是不得了 她做主持的節目 全部都是很有深度 你看她那個四眼仔的外形 都想不到她做主持是這麼出色 這個也是真的 這路都欠她一個公道 這些這麼出色的 電視從業員 應該要有個獎 這是一個肯定來的 好像我們有時候 為份工摸心摸命 做牛做馬做死那一刻 其實都想有一個肯定的 那希望男主角 不要去陳山聰 可以嗎 我不想要陳山聰 江美儀真是實自名貴 排爛受獎 還有 為何支持延明欽 不用去參加這個頒獎禮呢 莫非她真的已經回到大陸讀書 她說而已 她說想去廣州的聲學音樂學院 或者其他藝術學校而已 但是她已經走了嗎 有些人說她讀書不成 其實很正常 一來她又沒有 Chantelle那麼有錢 又去不了澳洲 她回大陸讀書 是比較清新的 竟然看到郭可盈 好厲害 她請到我最喜歡的陶大宇 和郭可盈這一對 萬年最受歡迎拍檔 這不是呂良惠 是啊 嘩 浪崩浪流 嘩 很多年沒見過 還這麼英俊 撐得很好 她的樣子撐得好 是陳展鵬 她還漂亮了一個年輕 她的鬼味還出 現在老了之後 今晚真的 我想全教《153》發揮她的功力 這些骨灰級演員 齊集一堂 今晚真的好看 不是看誰拿獎 是看誰頒獎 今晚是 我想看回陶大宇 可不可以 我知道當然 沒可能 我不要 我不要倒轉 我不要倒轉 153幫幫忙 其實還有 你現在那些藍角色 所有的 都是看來看去 又是陳參聰 第一套套都是陳參聰 不要忘記當年 她都仆街過 背妻 然後又偷吃 最後 現在修成證果 又抹去所有 搞得好像楊明 如果你筆記過的話 你和珠珠 在山頂吃蛋糕 那個叫諾真葉 如果沒有記錯 那個藍 港藍 為什麼你會拿走人 既然你是給 一個second chance 楊明 扣街扣三次 你立即 一放監 開記者會 為什麼那些 又不夠回去呢 有些安排部署 去救楊明 聽到了 曾志偉 跟駱小姐 在那裡一說 她說 開會的時候 不是給誰誰的嗎 我真的想知道 那個是誰誰 所有這些事情 都是聽出來的 來年的力捧 全部都是一個 上面的人 其實真是輪遇拿的 你沒有人倒妝 是不是 不是 之前的柴狗 和狗姑娘 就倒妝 那柴狗那時候 真是紅得不得了 預約方宗 你不讓她 還不讓她再拍 現在所有 之前紅的那些 都回到大陸 找人仔 是啊 是啊 蔡少薰 避疫回來了 怎麼知道 死人大樓 又不臭米氣 又爆以前的東西 又被人抄出來說 又躲回大陸 蔡少薰? 喂 有她份的嘛 我知道啊 但是蔡少薰想當年有 是不得了的 蔡少薰 尤其是不得了 下晨的時候 那些戲都是屎屎的 那種頭正的嘛 蔡少薰 不過在我心目中 如果蔡少薰和 郭河 不是郭河人那個 什麼 和古天羅柏 沉巡記那個 郭善妮 郭善妮 郭善妮不行 郭善妮的樣子 是沒有表情的 不是 郭善妮 我真的很喜歡郭善妮 說回來 事後 連蔡少薰也有事後 光美儀怎麼會沒有 這次沒有被爆姐 我覺得爆姐 就真的不稀罕你們這些 那些年輕人 都玩完了 爆姐今晚都沒有來 但爆姐已經神台級 爆姐應該是 萬千聲輝 那個 終身榮譽 是的 所以都不在乎你了 快要開始了 現在正在等 咦 車哲明為什麼不坐下去 我想問一下 那這堆應該是車哲明了吧 不要給陳山聰 陳山聰很努力的 朱敏翰未夠班 朱敏翰未夠班 那個什麼 家樂仔也未夠班 蛤 周家樂 不是吧 藍角色而已 嚇死我了 藍角色 咦 那光美儀不是不是事後 不是啊 最 藍角色而已 藍角色而已 那是事後 江美儀 沒有搞錯 那這傢伙呢 他拍《愛媒家》都幾出色的 那些演技我覺得 就是說他好不好戲都好 我覺得他又 不可以說 好不可以去界定 他是有自己的方法演技 總之呢 他有那些皮笑肉不笑 又 有自己的特色 因為我覺得他做戲又 但是你說他可不可以 handle到很多 深度 很有深度的角色呢 我覺得還不是時候 他不是在講演技派 你只能夠說TVB在捧他 除了丁智朗之外 哦 那很明顯 他都多 的 他都多機會出場的 《愛媒家》那裏 還有其他 電視劇集都有他 你看《愛媒家》 除了《愛媒家》 會出現之外 其他電視劇都不會出現 那些 你就知道那些不是在報他 這個就是《彼子英雄》 剛剛拿了 《愛媒家》 《愛媒家》之外 都還有演出機會 其實說真的 TVB都在罵小新 和《花彈方》 那這些 又中心 又自己親生兒子 不可以去碰誰 反正Signal Signal幫王浩信 都花大陸 找人仔 不如扔兒子 第一堂 Lewis進去 反正他樣子 又像王浩信 又多人喜歡 還有 最重要 Lewis現在沒有工作 對 扔Lewis進去 就對了 Vinci幫忙 叫153 一默許一 頭 就殺他 但他操守不及 但Lewis又 有些 放不開 如果拍戲 那當然就買浩浩進去 浩浩 浩浩當然不得了 浩浩 我覺得浩浩應該要引戰他 始終還是人家都要演舞台劇 對不對 你一埋牙就 便知有沒有 對 講開又講 1月底2月頭 浩浩的舞台劇 就出街了 阿胡定一不拍手 很囂張 喔 為甚麼 對 嘩 看著好像眼神都 嘩 都要有個粗口的感覺 嘩 憑你 對 陳山聰 唉 當然 我知道 每個人都說是他 是他 所有人都說是他 但是 唉 我就 一般 當然 他的演技一定好 去年譚俊賢 譚俊賢 迪龍的兒子 譚俊賢是完全靈演技 我覺得 不要說很臭 又說職音德 聽完我講 馬國明和譚俊賢 做了幾十年 譚俊賢沒有幾十年 馬國明也是 那個樣子 永遠 甚麼角色都是那個樣子 即是讀稿的 好個讀稿少少 做甚麼戲呢 那個樣子 都好像 旁邊那個叫甚麼 陳展鵬 陳展鵬打了BOTOX 有一段時間 他的樣子硬了 他們兩個沒有打 他的樣子都是一樣的 你跟別人那些 方中送 我覺得都比較好戲 講的是智叔 廖啟智 別人那些是做甚麼 你做大律師 是吧 出來聊幾十萬生意 跟大樓鬥氣場的 又行 然後呢 我做個監等 我蹲在那裏 跟你說粗口 又行 然後做一個市長流 然後呢 我在那個石灘那裏 做一個網夫 是吧 扮死呀 破案呀 又行 人家做甚麼角色 都有他那個特色 不是好像馬國明那些 白色強人 又是這樣 做律師 又是這樣 開的士 又是這樣 不要因為他做了二十幾年 而給他獎 他才行的 他做了二十幾年 都還在做 已經是一個最好的獎勵 嘩 那你這樣說 那為甚麼鍾佳欣沒有 阿聚 Girlfriend 阿寶都有 那不要說那麼遠 其實陳山聰 我覺得他這幾年很努力的 嘩 第一個人努力的 這裏 坐在這裏 誰不努力 都是等待一個機會的 每個人都 嘩 你猜我專門有機會 我會努力 我努力過去一百倍 都可以 有機會的 還有我看到 有一件事 梁思浩都在 梁思浩是坐在 男演員最尾那排 最邊邊 最左手片 尾椅那個位 喂 你想一下 當年梁思浩和一五三 是嗎 鬧到滿城風雨 又肩膀 又是嗎 反面現在又是 兒子一堂坐在一起 這個世界上 就沒有永遠的敵人 都是 是嗎 看一下時間 時間 人物活地點 好啦 那就恭喜江美兒 喂 真話一定要說 朱導遊 你說多一次 陳山聰好多謝誰 為什麼不都是超雲呢 超雲養了你這麼久 混蛋 喂 但是歐遊的時候 嘩 又有得吃 又有得玩 又有得砌 嘩 你這樣也不多謝我 我想多謝你 你沒機會多謝 這些話不要我說 就是這樣 那最後呢 講一下這個 終極大獎 阿車淺明 林敏聰的終極大獎 雖然他好像很欺笑露罵 遊戲人間 但是他都傻不完 他都知道 TVB一個AIR TIME 是值多少錢 他都很落力 去推銷他三月的演唱會 有些人說 喂 他串了 光美儀做烏雞 喂 其實呢 大家都明白 那個很明顯是 punch line 他不這樣爆肚 翌日 哪有新聞寫 通常呢 真是friend底 又知道大家 什麼脾性 才可以這樣笑 我覺得 這些絕對 不是說什麼 惡意攻擊 怎麼說都好 我很支持光美儀 那我見到有些討論區 說喂 光美儀 不值 不配 那我覺得 爆姐 就無用之而 是好戲 但是他已經不需要 跟你班人去 爭獎 那你說陳偉 我覺得 大家都好 那只不過是 看一下 那些高層 看誰 青鮮一點 但是怎樣都好 光美儀和陳偉 我都覺得值得拿 當然啦 陳瑩 真的未夠班 那你說呢 另外一個 我又覺得很值得拿的 就是這個 蔣家文 怎樣都好 是不是 美麗傳奇 怎樣都應該是蔣家文 不會是陳瑩 如果大家真的有看這套戲 就知道 蔣家文是做得很好 他是有那種 壞在骨子裡 就是覺得 哇 他本身的人就是這麼糟糕的 就是 給觀眾有這個感覺 他已經是很成功了 那你說 如果陳瑩 哇 我覺得我也可以去教 如果陳瑩都可以是時候 張大眼睛 然後瞳孔放大 好激動 大聲叫 那就叫做好戲的話 那我覺得真是 TVV沒有人都這樣 那兒 是 諒 是 打 不 你